講完凌晨的層面 其實現在也有一股聲音 就是同仁界方面應該怎樣去補救 或者應對的措施 這是一個多人討論的議題 甚至會有不同的組織 大家都知道 香港CW 同仁活動不是今屆完的 一屆會有明年會來 之後人們會應對這件事 暫時來說 主要有三種方向 很明顯的一群人已經悔心 就想離開 其實這些事不是一屆發生 大家記得前幾屆都發生過類似的事 之後有一批人已經離開了 說真的很簡單 你去日本擺檔 就算你不去日本 去台灣FF擺檔 賺的錢 人流更多於香港 而且沒有香港那麼麻煩 已經有一批離開了 所以這次人說離開了 第二批 第三批 這個又不舒服的 當然 走和走 我覺得是一樣的 他們要走 我們不要拉著他們 我們不可以補證據 香港就擺到他們沒事的 我們補不到證據 當然他們要走 他們自有 沒事的 不可以再發財 抽一句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走爛城市 大家都是走爛來走爛去的 很合理的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大小怪 可能你說台灣團隊不來 其實昨天我做完CW之後 參加了一個團 台灣和日本朋友開發 買東西吃的 其實他們本身家一定不是香港 他們香港人情不來是道理的 可能香港有損失的 但會不會那麼嚴重 以前也沒有外國團 也不是第一次 我覺得這個又不用打那小怪 第二批 可能比較激進一些 人們就說要抗爭 要示威 但是示威什麼和抗爭什麼呢 他們類似的意見 我看過就是 香港現在消化的東西出來 是政府正在打出版 自由 我們說十八禁的 十八禁的自由 你不能限制創作自由的 類似這些點子 大家有沒有看一些特別的東西 現在現行法律是你可以說 但你不能發佈 是 三級書 他們是說政府正在打出版 但他們沒有 剛才我們說出版條例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講過這個議題 這個可不可以嘗試理解你的所謂第二批人士 他們的意見 其實是作為一個踏腳石 這次檢舉十八禁作品是作為一個踏腳石 背後會是另外一種目的 或者另外一種動機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就說這些是政治行動 但其實我們總觀整件事 看回當事人的 即剛才你說當事人他們說的東西 以及整件出版條例 其實政府是一視同樣的出版條例 他們不是特別都是同事 他們是一視同樣的 那你說政治事情 其實我覺得上方上線了一點 即是誇張了一點 就不太好 還有一方面大家要明白 我其實都是這樣說的 不要說香港 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搞麻麻 即是同人的AC 之類的東西是要低調的 大家不要那麼高調 低調就要低調 低調就要低調 那我就低調就要去說一下 那其實呢 你的聲音都低了 沒有啦 又在壓制我一些情緒 我當成的東西都頗複雜 我覺得香港對於現在的塞爾產業 是真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條例上面其實也有很多是很影響這個創作自由的東西 是存在的 是有的 那我很多東西都不認同的 但問題是說 大家都不了解自己要知道什麼條例 我做同仁 我要知道出版條例 我一些很基本的知識都不清楚的時候 然後你跟這個同樣的世界說 要站起來抗爭 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你 一群沒有著規格 沒有任何的軍事訓練的人 沒有武器的人 你將他們推出成虛變出去 然後跟他們說要抗爭 那結果是什麼 減少人口 那是經濟利益 說魔王勇者 其實很大劑 很簡單 告訴大家 最簡單 可能有些人愈愈搞大了 就是定時事件 很多人上街遊行 同仁街組織上街遊行 第二天報紙頭條 很開心做頭條 我上報了 多開心 什麼 香港同仁街 類似惡作 同仁街示威遊行 那真意樂是什麼 要他們出本自由 好了 報紙登報 有什麼本 十八禁本 那香港還原 立刻可以告訴大家 我想說那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從來都不會認為 同仁街等於十八禁 或者同仁街等於二次創作 其實不要忘記我們香港有很多 還原創 沒有任何十八色情成分的同仁本 是很中留底處 這個區域的範圍的人 因為大家都 我們唯有知道 但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當報紙這樣報道的時候 有一班人說要 維護自己 或十八禁本的權利的時候 你覺得報紙會怎樣報 同仁本 有很多類型的 十八禁本 報紙是絕對會這樣報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聽到上一集 其實也有說過 法律這件事 很多時候的立法原意 都要確保大部分人的公眾利益 所以某程度而言 其實發佈淫舌或賓物品 對於公眾的效果 或者影響下一代 那個關注是一定會存在的 所以其實只是規管大家去發佈 就不是規管大家去畫的 我躲在家裡深山野人 我喜歡說數以百萬計的 怎樣色情 怎樣性暴力也好 其實應該沒有人理你 因為你不是拿去賣 你不是拿去什麼 所以其實 就這方面而言 你的創作 根本上是沒有人去理過你的 但如果你要作為一種公眾發佈 有一個傳閱 這樣不同類型的東西 其實反過來 大家只要看回警告的條文 他都是不可交給 借閱 他全部都是用這類型的發佈 這類型的字眼 就沒有限制過 大家是不可以畫 不可以去思考 這些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用創作的自由 受到打壓 其實某程度而言 是你去發佈你的創作的自由 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如果你不符合現在這個規定的話 這個說法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當然也會了解很多人的說法 也都有他一定程度的憂慮和合理性 因為如果以打壓 或者叫做他們的說法 打壓或者是去檢控 這類型的可能是淫屍或者筆雅的 很多時候一定會站在一個所謂的道德高地 如果以這個為一個踏腳石或者一個開端 去再進行其他類型的一些收窄創作 或者言論的空間的政策的一個先行部隊 會明白為什麼他有這個憂慮 也不可以完全抹殺這班人 他覺得這件事另類的關注程度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抗議就是現在不公平 這個人意見 但問題首先你明白 這種條例其實行多幾年了 不是因為有同仁本 有同仁本 他們才會整理出來 而是之前有同仁本的條例 你一方面就是搞大了企劃 其實是要害死同仁界的 因為你維護的是 全益 OK的問題是你維護的 全益不是問題的 因為可能你執政府的出版條例 有很多問題 但問題是你維護的是 你畫18禁本這個問題 就是你拿出來 可能你已經見光死的東西 拿出來台上說 其實就是要把自己的 不是 其實現在所謂的任審不雅的定義 或者你18禁本的各樣的限制法佈 其實現在香港這個地方 你這個法例 做又不可以叫做得最好的 但又不可以叫做得最差 就是其實在現在這個中間裡 有沒有迫切性地去主動挑起一些話題去說呢 這些就是另外一樣東西 或者是要說的是 有沒有必要用一種比較極端 或者偏激的方式去爭取一些 就不一定是應該有 或者應該拿到的東西 就是有 另一個問題 還有就算你 可能可以跟進日本的 但問題是不好意思 日本 做事很低調 就算你說公其人事件搞這麼大 那些人都是只有一個頭慢慢做 他們物件運了十幾年 才搞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們不是突然出來遊行事 還要抗議政府針對他們 維護他們動漫界自由 他們沒有做這些事情 因為要別人尊重 首先的 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事情 應該說要別人正視你 你必須要正視你自己是甚麼 或者簡單而言 大家要作為一個出版者 或者守法者的香港居民的自覺 自覺性 就不可以完全一概而論 好像用一種無限上線的自由 去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的理由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用一些建議或改善 其實有人說過這件事 我們可不可以搞一些 可能說十八禁的區 然後那裡賣呢 其實大家覺得可不可行呢 首先十八禁區 即是香港的情境 我講情況 我聽回來的 其實前來的 我告訴你 類似甚麼情況 大家要明白類似這些電影 大家要明白 類似這些電影 大家要明白不用送審 可能不用審就自己播放的電影 是用私人方式發佈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說甚麼 你搞錯了 香港有電影處 但有三級片 類似的片不給公開 人間說不讓你播放就不讓你播放 但問題是私人播放的 不會限制 即是在說分享會 類似之類似 人們就想 同仁之類似的分量會 即是入場要登記身份證 即是有意識商證 登記身份 即是為一區 零件是為殺板 要進去要這樣登記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反而想問 為何我玩同仁之類似 好像在做不白行為 做了秘密集會 為何要這樣 我問過幾個隱形 有 其實不太行 首先 CW是一個公開的公眾活動 你不能說公開的公眾活動 你不能說公開的公眾活動 即是你整個館都是私人區域 即是你整個館都是私人區域 令到特定對象進去 即是你想要的特定對象進去 有方法的 最簡單 人抓人 即是可能首先 進去的就是身份證 以及你登記身份 是要人抓人 即是我認識你 我保證你 我保證你身份證 有保證人的就 我覺得大家無視了 很重要的事 即是哪怕現在的 可能是亞洲人棄展 你知道的時候 他會有18禁區 但18禁區裡面的東西 其實他出售的東西 都是二級 他不會賣到三級 我問的是如果大家 還有部分人 或者沒有這個自覺 然後覺得入了18區 就可以說淫蝕 或者真的被人判了淫蝕 你的18區是沒有用的 不會說因為我在18區 我賣的人過了18歲就沒有 因為淫蝕是不可以賣的 不可以賣的 你只可以確保到 是北雅的 會有一個可以安全到的走站位 但問題是 北雅和淫蝕的定義 當然你可以憑過往的經驗 但我暫時比較難相信 唐靈界有這個判斷的能力 你明白這個想法是最重的一步的版本 你剛才講過 不能發佈金錢交易 不能賣的 但私人分享 朋友分享是不犯法的 就是用這條縫 我們自己拿進去玩一下 自己分享之後自己走 沒有金錢交易 當然如果私人說你這樣鬥 那是公眾場合 公眾地方 那是私人的地方 這是一個類似私人展覽的形式 是可以的 我想說的都是那一句 你做同樣活動 你自己特地在外面租個場 搞同樣活動 其實是為甚麼呢 即是當你用到那種繁複的手法 去確保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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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 一定是可以 一定是你的私人朋友 或是 我不如再講 太同意秘密結社 或是地下政黨化 不是這個問題 但想說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肯定到 你進去的那一批人 即是用過通繁複的手段 去肯定進去那一批人 一定是你的私人朋友 或是你的志龍杜合的人 就算當你限制到之後 那一批人又可以有多少呢 或者符合你要求的那一批人有多少呢 其實當時這件事 就很不如 大家拆除 有空想說 對付家人玩一下算 而且你違反了 你 即是不要說是施授 即是RC昌說的 所謂同人活動 最基本的宗旨就是 要向公眾推廣 同人活動 當然 CW能否做到這件事 就先來一回事 但問題是 如果搞同人區域 我覺得是 在我程度上違反了這個意思 讓自己有 我也是想問 為何我玩同人質 我畫公仔 我畫漫畫 為何會搞到這麽 好像在犯人法一樣 而且整個東西 會有一種 此地無人的感覺 如果我是這個調板 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去捉 我絕對是會想辦法 怎樣起這個牆 一定會去捉 所以其實 方法是沒有的 我覺得 有一樣東西 是一定要有的 就是意識 跟日本 或者跟台灣 甚至世界各地的同人 都是一樣 有個自重的意識 很喜歡這個字 日本會說 你要自重 什麼叫自重 就是自己 尊重自己 自己重視 整件事 什麼叫重視 就像剛才你講 你要了解一個條例 你要知道公眾 自己的看法 跟公眾有些可能不同 可能 玩同人的尺度 是會再寬鬆些少 但是公眾的尺度 大家要知道 是緊些少 這就是自重 這種自重 也都不是只講 同人作者 是講 例如 幫人買的小職盈 買的人 主辦單位 等等 都是需要有一種個別的自重 例如 剛才都講到 買本的人 買了不納可物 那就請麻煩你不要在現場打開或公眾網站去看 你回家或者你之後再去做讀書會 這樣來看 做同行作者的 也都要知道出版的條例 就回你自己的作品來做相應的審查 做回各種的負責條件 做小聲齡的 也都要了解你幫人賣的那是甚麼書 如果你發現你賣的東西是不合乎出版法律的 你就要知道你要怎樣做 以及你要怎樣去事後再提醒怎樣賣 又或者知道哪些書 根本你只是做的東西就不能賣 你要知道怎樣收檢 主辦單位也都是要盡可能 去告訴給不同的同人組織 究竟他們要怎樣做 而起碼也都 不好意思 但是覺得現在的Supview 或者是現在的同人的主辦單位 都是未曾做得到位 即是他們不是沒有做 他們是不夠力 不夠力 不到位 是不知道 首先說兩方面 首先就是大會可能有甚麼要做 我覺得那些人的素質你可能會管 出版人也好 賣本人也好 那些故事也好 又慢慢教 這個我剛剛就說 第一個Point就是CWRG 在將來怎樣做 其實有些可以學習日本的 即剛才我們經常說 一些執犯人可能會拍照 即可能可不可以要求大會 他們像日本這樣 場內不去拍照 錄影那些 香港法律是否可以控制這件事 不是 即是CW當你自己的規定 因為你見到他 他當自己的口號 說他自己不給拍照 也就是動我派不給拍照 即是他們自己自發 當是會場入場的規矩 都是 大家遵守 我想問 如果 就算大會說不給拍照 但是執法人員過來說要拍照 那這個可能要問 那這個我提議 不一定有用 可能要問 問題是你的提議沒有用 對 因為如果你不給拍照 那我最基本的證據 證據都沒有了 因為你剛才說 自重 我肯不拍照 但我不相信 如果別人是來下場 他會不拍照 即是大會就不鼓勵拍照 但是 在檔主要找他拍照 RG 在 都不知哪一屆 是的而且確有一屆 是執場內拍照 執不足而言 我就這樣舉起相機 我都已經被一個黃衣的阿蘇 都按住了 其實是他們之前做過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要把這件事 再搬出來 其實我會覺得 真的很苛刻 例如我做同行當 我想 拍照自己的紀錄 紀念 對 那個檔口來傳證 甚至我是有實無用途的 你都要按住我 現在看到的就是 是需要有些拍照傳證 來證明那時候的執法程序 發生過什麼事 例如好像遇上那個發瘋阿蘇 來拍我台 拔我火 我當然要認定他 告訴他 他們執法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事 沒理由來掩割了這樣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 反而這件事 不應該推廣 對 不應該去推廣 對 不應該去推廣這種方法 不應該去推廣這種方法 你日本有這種事 那有人就自然 全流來的 我明白 其實就是 第一點就是 為什麼 一定要說十八禁 不說就好像沒有自己團體 首先 我站在個人立場來說 大家要說十八禁作品 要去買 要看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就在於 對於這個十八禁作品 對於你來說 其實究竟是什麼呢 你自己一時 淡得容易玩一下 或者這件事 在社會的正當價值 有多少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你不要理他本身 究竟對不定錯 至少他對於你而言 為出十八禁 你可以去過幾次 對 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 必須一定堅持 要說下去 這個就是問題 現在的人就說 限制窗 有禁有禁有禁 我不是 但問題是 你開個檔 跟人長出本 不只是出十八禁 你有很多東西出 但我相信 人真的非出十八禁不可命 但問題是 如果你出一 就跟香港條例 如果不可以 就可能 香港找錯 可能去看地方出 所以剛才我說 有些人說 可能去台灣買 去日本買 我沒有說 不可以 我想舉一個例 上一集都說過 就是開窗的原理 我沒有記錯 香港就算你管有窗牌的話 你的窗鞋 還是氣窗 它對發射能量的招移 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 同樣道理 你可以出同人 但好像你玩窗一樣 我拿一些重機槍出來打仗 是不行的 它不是不讓你玩 但你要有一定限量的規矩 而它的規矩基於 發佈對公眾的影響 當然如果大家覺得 香港容不下我的 我要去別處 繼續畫我這些十八禁的天空 其實就無所謂 因為每個地方 它有不同的界限 正如我們在上兩集 去講亞洲不同地方 譬如說 新加坡已經在金沙島 裡面搞的 每個都夠十八歲 那麼 那個規限性 多多少 跟香港一定有另一套標準 最簡單 你說 你這麼渴望你去日本 但你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賣十二歲以下的 總之是移動 又不少 那些都是不行的 不好意思 每個國家都有多多少少的規矩 我講得簡單少少 其實 我講十八個半 就是你有拔下半 其實最重要是 要清楚自己身處的地方 所適用的條例 並不是去阻止你去進行這類創作 而是你知道你正在做這類創作的同時 你所背負的責任是甚麼 責任是甚麼 如果是去講 做一件事不對 你是不是不應該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種的創意打壓 但總之要清楚去知道 究竟你正在做這種創作的時候 你所背負的責任 同樣的道理 其實好像所謂的一個發表自由 言論自由 如果你講了一些誹謗性的東西 別人也都可以入理罪 同樣道理 如果你那個創作 你是尼斯及北亞的 其實你自己為來玩 未必有問題 但如果你拿為發佈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你說那個創作的自由 是否有限制 言論自由是否有限制 其實你私下說甚麼 你一個私人空間 你喜歡罵誰都無所謂 但如果你是在一個公眾的場合 在做這件事 別人就可以告誹謗 同樣道理 你家裡你喜歡畫到怎樣 都沒有人來 但你要在同行場去發佈 有一個公眾展示 公眾的管有發賣播放 交給不同類型 十八以下的人士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社會上 或者法理上你要承擔 對公眾影響的責任 大家都要了解這件事 才決定你的創作方向 我想說創作不是一個面死金牌 不可以說我因為要創作 而去犯禁 要去犯法 或者去做一些很過火的事情 創作是很多方面的 我不創作A 我可以創作B 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想 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甚至我說我創作兩個人相愛 我不一定要去到H 那個位置 有很多事情可以去 有更深層的表達 有很多方向 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還有一件事 可能說香港法例不公平 出發條件太嚴拖 這些可以將來改的 可能晚上之中會談 大家出意見 但也不是說一面都 一天我不斷出違法 或一天就想交代他抗議 我要有限 我要抗議 不是這件事 反而如果大家要參與 可能好像去參與一些 可能說 主動去申請入這個任審署裏 去自建這個審裁員 因為大家只要是普通香港居民 沒有什麼特別條件 就已經可以符合那個條件 當然 他選不選你是另外一個問題 同樣道理 政府在不同類型的政策 推行 或者收資訊 都會有一些公眾參與 譬如說 經常都會講到直接關係 任事及北亞物品條例的一些 諮詢 或者修訂 或者是相關而言 大家會連帶所謂的 網絡23條 有人稱呼這為 的版權修訂條例 也會有不同的公眾諮詢會 我們之前也引述過一些相關的內容 其實 如果大家可以去積極些去做一些參與 意見 不管你是去現場諮詢會 去了解也好 發表你的意見也好 還是作一個書面的提交意見 哪怕怎樣 大家做這件事之前 都會對條文了解多了 亦都是有一個實在的參與 不如我這樣說 最基本最基本的 就是這個去學多些 然後把所學到的東西 去講給你身邊的人聽 並不是把一些你已知道的東西 放在自己身上 當你去把你認識的條例 你認識的方法 去講得給越多人聽的時候 整個圈子就有抵抗力 就不會再是這個 穿著白衣白褲衝去戰場送死 幫忙和幫閒的分別 邱閒的閒 幫閒和幫忙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每件事都一定是有輕重急悶之分 例如你說地震那時候 你當然是慢慢地 一起去幫忙搬物資救人 那些叫幫忙 假如你說你剛好有一個記者的經驗 那你就有空 那你就去問一下受災者 那你現在感受如何 你心情好嗎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想跟大眾說 鼓勵一下災民 其實要我講 這一種已經是某種程度上的幫閒 就不是說你不做事 但其實有時候你做什麼 出來的效果又會怎樣呢 那就是我不會啦 否定大家用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去關心 或者去幫助你所關心的事物 但問題是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即而且效果上會有分別 可能聽完這集之後 大家在同人圈裡面可能有 我想發大概 這些東西說多些 但問題是香港好像沒有什麼同人討論區 沒有一個最頭的地方 其實大家不是說沒有 很多個 例如同出戶 同人香港論壇 以及GA4裡面有一個 COSEPAY 以及同人區 其實一直都有存在的問題 我們發覺 有很多新進來同人圈的朋友 是完全不知道有什麼 那是比較可惜的 其實這地方經常有很多 同人會聚腳 會講一下同人的資料 或者分享同人的作品 就是非常需要大家去留心關注 當你剛剛新入門 不是很熟同人的 其實去這地方講起 看看一些資料 或者增加多一些同人圈的知識 或者今集 不知道誰有沒有人鋪上去 我不知道 講一下之後 可能大家下一次 下一屆又來了 有些準備就好些 因為有些人是 前幾屆發生過的時候 他們完全不知道 就是資訊完全不知道 有沒有資料 就好像剛才說 沒有規格打了他們 就死了 算是一個總結的部分 其實大家 我們聽了這麼多不同的部分 我們可能講過一些 可能是法律上 淫審署 或者審裁員 甚至可能說 過往的一些不同年代的東西 出版界 零售層面 甚至可能說 最關注最重心的 就是CW 當日發生的事件 去到最後可能說 一些改善方法 或者大家應該有的一些 態度 或者我們個人不同的立場 那其實 無論如何 這件事 不會完 因為大家 不是放棄有同仁這件事 同仁這件事 只要繼續 有一個人堅持 這件事仍然都會存在 這件事也會關大家的事 但是 如果只要大家 一日都是關事 作為一個持份者 作為一個關注的人 或者支持的人 哪怕你是消費者 參與的畫師 你是負責賣東西的小精靈 主辦方面 各個人都會有各自不同的職能 或者是責任 他們怎樣去 在法律容許之下 去了解自己的責任 去怎樣去推廣這個文化 推廣這個文化 不是一定要去到一個抗爭 或者是去到一個 激烈的效果 去生產一種絕對的自由 而是怎樣可以 在可容許的空間底下 可以去給更加多的人 去了解這件事 而不是可能說 抽足功奇一點 然後去發大一些事情 其實這件事 未必一定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當然 最後也要說回的事情 就是 這麼久以上不同的嘉賓 或者是主持之間 都是一些個人意見 很多時候 都涉及一些 可能一些 提供民上的內容 法律上的內容 或者是一些個人而言的經驗 很難去作為 任何一些很確實的參考 或者是判斷 只可以說給大家 了解多一些個人的經歷 所以實際上 每一種 就算檢控 究竟怎樣算是淫蝕 怎樣算是不雅 入罪之後 究竟罰多少錢 或者大家應該怎樣去做 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個人的自主判斷 那嘉賓 或者是主持方面 或者甚至動物無雙方面 都很難告訴大家 一些很確實的意見 但是唯一可以希望的 就是大家對這個議題 可以有更加多的了解 不妨走出第一步 去看下390 這個任斯吉本亞物品的條例 去知多些 去了解一下 究竟同仁作為一款出版物 需要盡的責任是什麼 出同仁的 無妨 下次 花多你少少的時間 在最頁的後面那個位 都印回一些資料 買同仁的 了解一下 你在賣的是什麼 也都同樣道理 買的時候 也都要留意 有沒有人是用這些很奇怪的手法 去向你買東西 你可以做些什麼 去要求出事證件 各種個人的東西 大家是需要了解的 當然啦 如果真是萬一有事 也都可以去尋求法律條文的一些諮詢 或者是尋求主義的人自己協助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樣的努力之下 希望香港的同仁區可以繼續發展